Hello,各位同学,大家好,欢迎继续收看使用MPX开发小程序 现在是第二章,能力增强 在这一章里面我们主要学习四个部分 分别是数据响应,状态管理,模板增强,样式及阶层部分的增强 那么这是第一节,数据响应 MPX里面的数据响应,它是由一个叫MobX的库提供的 它使用的版本是MobX4,它的数据截止原理还是和Vue 2.0是一样的 是Defined Property,然后这个数据响应带来了什么样的能力呢 就是Watch和Compute的能力 接下来呢,我们就要做一些相应的演示 主要是三个方面,一是使用的实力 就是教大家如何在一个项目中去使用MPX数据响应 并使之为你的项目开发带来一个便利 二呢,是MPX数据响应做的一个优化 三呢,是一个注意事项 好的,那么接下来就看代码吧 按照我们前面所说的 去使用我们的MPX命令行工具 快速创建一个项目 就是一路回车创建这样一个项目 名字呢,叫MPX Demo 注意这个和之前演示的时候 演示的那个项目叫MPX-Demo 这个项目叫MPX-Demo 仅仅是为了区分一下 但这个地方我们选择项目是稍微注意一点 然后这个项目创建好了之后呢 我们可以在这个项目把我们的命令好像调出来 现在这个开发的工具里面 我们可以方便我们同时看 执行刚刚写的用来开发的命令 MPX-Demo-Row-Watch 好的,可以看到构建已经完成了 然后平时呢 它的构建速度应该还是蛮快的 就是有的时候可能会 就是说我们保存了不确定它是否已经构建完成了 因此呢,这个地方其实我们有答应一个时间的 就是每次你只需要稍微留意一下 这个时间是否和你当前时间非常近似 那么你就可以判断出 这个项目是不是已经重新帮你构建好了 好,然后就开始我们这个数据小定义内容的这个正题吧 然后为了做一个对比 同时呢,我也创建了一个普通的原生的微信小程序 那么我们现在往原生的微信小程序上靠齐一下 好的,可以看到这里呢是一个原生的微信小程序 原生的微信小程序的话 我对它的代码的改动 我就直接在这个地方编辑了 可以看到现在它是一个什么样的状态 就是它有一个配件 配件里面我们只用关心这个微信ML和GIS 微信ML里面非常简单 它就是一个view 里面有一个testVet这样一个差值 然后呢,在GIS里面 我们在配件的这个option里面呢 传入了一个data 上面声明的有testVet这样一个属性 值呢是123 然后呢,在unload的勾子里面呢 我们去打印了一下这个data上面的testVet 然后就去通过z.s.data 改变了一下这个testVet的值 所以说可以看到左边摩引器上面 它上面也就显示456了 同时这个空置台上面也打印了一个123 好,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把MPX的这个demo也改造成类似的样子 我们就打开我们的这个pages 我们也有一个index APP里面会声明这个配置项 当前只有一个页面index 它里面本来使用了一个list组件 这种方式为了方便大家去明白这个组件是怎么使用的 特意做了这样一个开始的一个状态 然后我们先把它删掉 然后也搞一个view出来 中间写一个testVet 可以看到它飘防线了 说明我们需要在data里面去声明一下这个 好的,现在补权行了 同时呢,我们把下面注册这个组件上面给去保存一下 可以看到它有改动,是不是已经更新好了 好,我们来看一下 对,当前这两个项目就比较近色 都是在微信小程序平台下面 然后呢,现在呢我们也在unload里面去做这样一件事 比如说我们要打印我们的这个testVet 那么在原生的小程序里面呢 它是console.log.zs.data.testVet 而在MPX项目里面呢 和view是一样的 它会把这个部分直接给代理到z上面 其实说我们要访问这个testVet呢 就直接去z上面 直接打印z上面的testVet就可以了 紧接的是我们要改变它的值 我们也直接就testVet等于456 这样就可以了 就是说我们不需要去掉这个setData这样一个方法 而是直接复制 非常的直观 好,现在可以看一下效果 两边是非常一样的 直观紧要的一些提示呢 是因为MPX项目没有类置这样一个 用来检索的东西 这个不重要 好,然后我们来做一些 比较复杂的操作了 比如说现在我们把这个testVet呢 改成1 然后呢,我们希望它 每隔一秒钟就 加1 加1 那么setInterval 然后 用一个检查函数来 this. 等于 加1 好,然后呢 每隔一秒钟就行一次 好,来看一下效果 对,这是MPX框架要开发的 它就开始计时了 12,16,16,16,17,18,19 这样记得住 那么这个东西呢 挺简单的 在我们的原生的卫生小生训练 也很容易去做这件事 就是 就是 setInterval 然后呢 它应该等于 时间每隔1秒 对吧 它也可以正常的跑起来 但嘛稍微长一点点 但这并不是什么问题 对 好 那么接下来 我们想要寄予这个值 来衍生一个新的值 对吧 比如说我们就是要一个字符串 我们想要来一个TetherStream 然后呢 我们在MPX里面呢 就可以像view一样写 顺便一个computed 然后里面来一个TetherStream 然后你去看一个 这是d加上这个时间秒 对 然后呢 我们现在就可以实现这样一个效果 上面的是TetherVan 下面的是TetherStream 然后呢 上面的变化呢 会同时引起下面的变化 注意看我们下面呢 并没有去我们的这个TetherStream 我们并没有一个这个计时器的这样一个逻辑 单纯的就是说 我就是要显示这个TetherVan是多少 会拼起来 对吧 这是一个computed的这样一个概念 依据这个值计算出一个新值 那么这个事呢 在原生小传奇区里面我们需要怎么做呢 也不是不可以做 对吧 那么我们就在它的Data区域新生命一个TestStream 就稍微麻烦了一点对吧 我们就需要去在这个地方来一个 就是说我们在set这个TestVan的同时 我们去set一个Stream 并且由于这个东西它还是一个 我们还不能够那么 就是这个字幕上的拼接 可以看到这里还对我形成了一点困扰 就是我还不能拼得那么顺畅 我就这个地方我就不拼了 对我就全在这里拼 这是d 加 s.data.test 再 加 秒 那 保存了之后呢 我们在模板上也需要增加一个 这不重要 去掉 不要让模板也写的比较相似一点 这个叫TestStream 保存 可以看到这还写的有一些问题 因为这个地方对我需要这样来做这件事 所以说可以看到这个地方开始用原生去做这样一件事 已经不如MPX更方便了 对吧 好的 那么然后进一步我们再来继续一下 就是说 当我们的这个TestVan 大于10的时候 我们就让它随便打印什么东西吧 对吧 就是说我们需要一个能力去监听 监听这样一个数据的变化 它变化到了某一些时候的时候 然后我们希望去做一些事情 所以说我们现在可以去对这个TestVan做一个监听 那么它的薪值呢 会从这里来 然后呢我们就 ifVan 大于10 console.log TestVan 大于10了 对 对 握起就是说我们能够监听这个数据的变化 当它每次变化的时候呢 我们都会执行这样一个方法 去做一些判断也好 或者是触发一些新的东西也好 可以看一下效果 好 前面 因为没有大于10是说没有打印出什么东西 第5秒了 第6秒 第7秒 8 9 10 11 A 好它开始打印了 2个3个不停的再打印 对吧 因为它这个后面的变化都会大于10了 那么这件事原生小程序怎么做呢 当然也是可以做的对吧 就是说我们会在这个地方去做一个判断 就是说在这个原生的小程序里面呢 也是可以去做这个判断的 但是这个判断可以看到它不是基于这个值变化的 而是说基于你这个行为的 就是说你本身要每隔一秒去增加它一次 所以你在这里去做这样一个判断 这是可以的 对吧 这个能理解吗 就是假如说我现在我除了这个setInterval之外 我还去写了一个setTimeout 我在这个setTimeout里面呢 我只隔了三秒钟 我就把这个testLand给变成了一个10 然后你可以看到 不管我留不留这句话吧 不管我留不留这个testStream 这个testStream的值肯定都是错的了 我们可以看一下效果 一二三 走你 十秒了 对 可以看到它这个地方短暂的错误了一下 因为我留下了它 所以它能在后续的这个变化里面 又给同步回来了 但是刚刚那一瞬间出现了错误 这个错误的原因是什么呢 其实就是因为 我们的这个testStream 它并不是一个基于testRam去计算出来的值 而是一个我们最有的一个逻辑 方式这个consoleLog 我刚刚也没有讲出来 我们再看一下 哦 consoleLog是可以在第11秒还是12秒的时候打印出来 因为这个也是每秒会执行一次的 所以呢 下一秒的时候它就已经能检测到它大于是 对 但是你不可能是每个地方你都会有这样一个interview 就是说在我们的这个mpx里面 你是基于这个东西的变化的 如果你有多个来源 就比如说你不光有centerinterview centermount 你还有一些阿加克斯请求 你还会有一些方法 一些事件来触发的导致它的改动 那么你就很难去 或者是你在每个地方 你都去把这一段方法去执行一下 也是可以的 但是它就没有从整体上去 对这个数据本身去做一个监听 来的方便 对吧 代码也可以更可维护一些 那么就可以看到我们这数据响应 大概的最主要的几个feature 都已经介绍完了 就是computedwatch直接复制引起的改变 这样几点